傳說在一條森林穿落裡面 一群村民因為逃避死亡 永遠活在恐懼之中 因為每當圓圓之夜 狼人就會突然現身 就在這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出現了十八位狼人殺英雄 每個玩家都身懷絕技 誓要走入這個森林裡面 殺死邪惡的狼人 歡迎收看第二集的 狼人開電視 有來與我們上一集的觀眾 都知道上一集的過程 真的非常精彩 想不到是這樣的 想不到雷神真的那麼雷 不過這集相信會更加精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除了有基本玩法之外 還會多加一個角色 我聽說是一個你很喜歡的角色 聽說這個角色是關於愛情的 為什麼你突然這樣 愛情… 是不是很久沒有拍多的 不要問這些問題 我知道了 加那個角色是不是金城舞 愛情跟金城舞有什麼關係呢 或者是吳現祖那些 不是 你知不知道吳現祖嗎 不過我不想理你 是誰呢 這集新加的角色是愛神優比德 呃… 原來是邱先生 那怎樣玩呢 我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不如先看看基本的玩法吧 狼人殺遊戲 是一款邏輯推理的遊戲 各位玩家會抽一張牌 代表它的角色 分為狼人和好人陣營 而遊戲分為兩個階段 黑夜和白天 入黑的時候 狼人陣營就會延伸 一起決定擊殺一名玩家 而好人陣營的神職角色 也可以發動技能對抗 白天的時候 每位玩家都有發言時間 從而找出狼人淘汰他們 遊戲勝利條件為圖鞭制 狼人需要淘汰神職 或者平民其中一方 好人陣營淘汰所有狼人 就會獲勝 今集的狼人陣營 會有一張狼獲 和一張狼人角色牌 好人陣營會有六張角色牌 其中四張是沒有技能的平民牌 而另外兩張神職牌 分別是預言家和女巫 同時我們今集會有一個特別的角色 就是愛神邱彼得 十八位玩家 會在八集的節目中 每人抽籤出戰四集進行計分賽 每集勝出的陣營 會各人有一分 輸的就無分 而每集結尾 會由那一集的玩家 選出一位表現最好的MVP 和最弱的雷神出來 額外賞購分數 總結八集的總分排名 分成最強和最弱的陣容 分別出戰最後兩集的雷神和MVP 終極寶座 基本玩法就是這樣 但所謂休比特究竟是什麼家科呢 休比特開始不屬於任何陣營 他要在第一晚的晚上 將兩位玩家連成情侶 那有什麼作用 一位玩家死 第二位也會一起死 即是跟著一起死 怎會贏呢 休比特 這些這麼複雜的問題 不如我們請高玩家來講解一下 好啊 不如先請網紅組 或者叫做眾望所歸組的慕容童 耶 這一集我已經很期待了 是嗎 但上次輸了 上次輸了而已 不是輸了我 好 高級玩家組我們有三位 但我們玩了XP 雖然是XP 我覺得是玩狼 最好玩狼的男生也是英俊 所以我就玩狼 會的 那你這次應該會抽到好人 謝謝 接著那位都是高級玩家 是雪業 美女 我聽說很多其他資深玩家 都來了這個節目 所以我特地來回一回他們 還有一位資深玩家就是豬仔 這集要贏 上集輸了我已經被人笑了 這集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大家這樣說 好 然後還有一組玩家 他們就要努力學習組 成員有阿M 聽說玩狼人殺 有很多帥哥 是這樣嗎 怎樣說怎樣 接著還有 杯儀 非常希望大家不要當我是美女 與野獸中的美女 將我和野獸綁在一起 怎會呢 還有兩位新手玩家吧 他們是凌方 聽說每個嘻嘻 找到真愛之前都覺得自己是直男 所以看看這次會不會讓人找到真愛 那你是 我一直男 最後位就是 由美 很緊張 但我希望今天我會抽到優比特 最喜歡幫人脫單 最喜歡幫人脫單 對 你本身做甚麼 廢青 好 我們開始之前 因為這局優比特局 我們之前沒有玩過 不如我們問問我身邊的資深玩家 豬仔 Hello豬仔 你好 其實優比特是怎樣為之贏怎樣為之輸呢 因為他又不是好人又不是狼 優比特其實屬於一個第三方的陣營 優比特如果他將兩個人連成為情侶的話 他就去陪同那個情侶和一個陣營 譬如我是那個優比特 我連了兩個好人的 我是好人那邊 我連了兩個狼的 我是狼那邊 如果我是連了一個狼一個好人的話 我們就會組成一個第三方的陣營 這個第三方陣營要殺光其他人才贏 這樣就很難 都可能有少少難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優比特怎樣連發才是最大的優勢呢 我個人覺得 就是優比特要連兩張好人牌的最大優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優比特連兩張好人 那麼優比特同屬都是好人陣營 那會變成七打二 不過如果再好玩一點 我覺得優比特可以連一張狼窗牌 和連一張女巫牌 那女巫牌只會救他一張情侶牌 或者優比特就會變成一局 第一天就不會出現平安夜 就是這樣了 謝謝XB 事不宜遲了 廢話別說這麼多 我們立刻開始 我們這一局的優比特狼王殺 我們首先就拍一拍吧 3 2 1 看 其實我剛才懂得蜜面相 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有幾件是 即是離譜的那些棉容 好了 那事不宜遲了 我們立刻開始 天黑請閉眼 休比特 請開眼 休比特 選兩個人撤為情侶 若所選的其中一名玩家死亡 另外一名玩家都會一起殉情 選擇你想相愛的兩位玩家 確認請閉眼 請兩位情侶開眼 互相確認身份 狼隊請開眼 狼王請示意 狼王真是狼槍 出局的時候可以帶走一名玩家 若果被女巫毒死或自爆的時候 就不能發動技能 確認請閉眼 女巫請開眼 女巫擁有一支解藥和毒藥 一晚可以選擇使用其中一支 而遊戲的第一晚是可以自救的 今晚死的玩家是這個 你夠不夠 預言家請開眼 預言家每晚可以查驗一名玩家的身分 是好人還是狼人 開眼請閉眼 好, 天哥 好, 今晚是平安夜, 恭喜 根據錄製的時間隨機決定 這次先是二號發言 二號請你發言 二號玩家發言 一看就知道我有一張好人牌 我是單身的 沒有男朋友的 沒有連到任何人 不知道 通常這些局都是那些嘻嘻的東西 四號, 六號, 七號 重點是聽發言 不過我入夜之前 敏面上就敏到 每個人都像了狼人牌 我覺得只有一個好 再聽發言 我這麼陽哥不會打我吧 二號好人 過 三號玩家發言 二號在我前面發言 第一個發言 我覺得他偏輕鬆的 我自己都是一張單身的好人牌 但我和你吻的東西 反過來我不是很懂 我見到每個人都是好人牌 唯獨我覺得七號的樣子 有點緊張 入夜前 但其實我 不是很懂得吻的 我再聽你說 我暫時的資訊只有這麼多 四號玩家發言 我比較撐三號 因為我覺得七號是偏緊張的 我覺得他是這麼多個裡面 最緊張的一個 九號 九號其實我不是很問到他什麼 反而覺得 預言家應該要查九號 因為九號是 無論他是造囊還是造好人 都是很難知道他的身分 反而七號我覺得你要好好說 七號 我覺得七號是最重面相 而六號又很忙這一邊 我不知道六號是否被人連線 所以他不停看這一邊 我覺得六七不是那麼好 如果六七不是那麼好 其他我暫時認好 六七九我會怎麼聽 我是預言家 那我就查了一號是金水 金水即是說預言家查到 他是好人 二號的感覺也好 三號四號 現在擺明是在說六七九 可能接下來我也會想查一下他們 六號發言 剛才四號說我為什麼不停看那邊 因為那邊發言先 那我就不停看那邊 難道那邊不說話我看那邊嗎 那現在暫時看到四號是支持三號 就好像有點踩六七九號 那我是一個好人 我不是很明白 四號為什麼可以這麼快找到這個六七九三個 就覺得有嫌疑的 所以我覺得我會下一輪再重點聽四號發言 那三四覺得我重點上 我覺得自己底牌是好人牌 那你打錯了 那三四不適合 你們不適合 你們不適合 我覺得你們 這張五號玩家 我覺得應該是一張原家 我覺得你落馬就不用跳了 你都不教他跳 一金水我覺得好好打 跳就是說一個玩家 聲稱或者表明自己是一個什麼的身分 而我覺得這張三四編拐 我覺得小時候有一點沒有一個人不錯 那張六 那張優比特 很像 我覺得有熱液在後面 真的 那我看一看 我覺得優比特 如果你那一年連了兩張好人牌 我覺得你不介意說出來 真的 就是跟優比特說 那我底牌是好人牌 拍下這個爆玩家發言 我覺得爆玩家發言 因為他的狀態也像是好人牌 我覺得 一號鐵金水 那我就聽一號龜票 那我沒有字話 我底牌是好人牌 就這麼簡單 單身 這個 龜票這個行為 就是說呼籲大家集中點票 去投一個玩家出局 而龜票位 通常都是最後一個發言的玩家 把六號玩家稍微英俊 那把七號玩家小小小 你心儀的對象 是不是就是六號玩家呢 不知道 一號金水 然後全部都是美女 那你就是狼人 殺氣這麼重 經常要殺人 頭都很大埋 為什麼這麼難玩 狼人開電視 狼人開電視 我覺得拍了好人牌 就這麼簡單 單身 過 首先想強烈譴責 張優比特 我昨晚合了一整晚 就是希望睜大眼 可以見到心儀的男生 誰知都沒有被人連到 是張單身牌 很不開心 現在已經不想玩下去了 再加上那張沒什麼身份的牌 我覺得二號發言偏好的 因為他膽敢踩上全場那麼多人 大概要是一張紅人牌 二三四三張牌 都踩六七這兩張牌 五號是我認的原家 因為我覺得五號的狀態 都像一張真原家 但六七是全場都打勻的 兩個點 金能就應該要從六七那裡出 面相上 我就覺得 那六號玩家稍微英俊 那張七號玩家 是小小 所以 我就覺得可以先出一張七號玩家 八號玩家的說法 我就反而想問你這個場外話 你心儀的對象是否就是六號玩家 不知道 然後四號玩家說叫預言家檢查我 我是好人 我不介意檢查我 但我覺得好像浪費了一個機會 不過你要預言家要查的話 我也沒所謂 你查我吧 我今天場是很輕鬆的 然後五號預言家 我相信他是預言家 說一號金水 我也相信一號是好人 我覺得六號和八號 六號都不停寫字 應該是像是好人不停寫字 因為我都是不停寫字 七號一睜眼就已經不停看著大家的表情 不知道七號是否有些角色 我就是好人 沒什麼資訊過 一號玩家發現 那張五號是唯一跳出來的預言家 一定會上張五 那我是一張金水 但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張七未必真的那麼好 這張七在他的發言的時候 還有八九一三張牌 但這張七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一張鐵金水 他很清楚狼隊不會有人起跳 雖然這一局只有兩張狼牌 但狼隊都有權起跳 我覺得這張七就不太好 這張六號有點神色緊張 可能真是一張入鏈的情人牌 是不是 那張二張三我覺得發言還好 將四殺性有少少重 今輪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會想在六七裡面貴 那你們自己決定 因為我也拿不定 我也不知道哪一張是 我覺得六七可能 四六七三張狼面比較大一點 就這樣過了 之後投票 3 2 1 7號玩家出局 請你發表為言 7號玩家 唉 一個鐵帶的好人 天氣冷一點而已 我一發言自己是最陽光的 1號牌 想不想 首先 你說我不是太好一點 你只覺得 但為什麼我試過這麼清晰 你一開始是原價 很簡單 因為我認到一張5號牌 是原價牌 所以你是一張鐵好人牌 因為你質疑我 為什麼我這麼清楚 你是一張好人牌 我就告訴你 我認到你 但你認不到我 我在村裡見到你 但你見不到我沒辦法 我們沒有緣分了 我覺得這張6號牌 一定是優比特 或者是入鏈牌 大家可以再看看 我覺得這張優比特牌 如果你覺得連兩張牌 都會有好人的話 我覺得你不介意說出來 我們七個可能打兩張狼牌 現在也不要緊 輸過輪次 我希望可以加油 我出局看你們的比賽 加油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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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休息一下 天黑 請閉眼 狼腿請開眼 女巫請開眼 毒的給個號碼 救的請給個手勢 語言家請開眼 你要查驗的是… 她的身分是這個 好, 現在天亮了 請開眼 二五傷死 二五請你離開 真可惜 害死了Yumi 非常內疚 但其實一開始 我真的以為她是一隻狼 三號玩家 請你發言 三號玩家發言 二五傷死 要不就呂目用了毒 如果呂目用了毒 應該都是唸二號 亦有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二五是一個情人鏈 所以其中一個死了 兩個就死了 其實就算這個情況下 女巫應該都不可以跳出來 因為我相信五號一定是 原家她走了 只剩一個神而已 二號也不知道是甚麼身分 如果是這樣 我回到自己作為好人 我要穩囊的話 我就會覺得四號偏可疑 因為我只不過是 扔一扔水巴給七號 但她跟著我是 很大力地踩七號 所以我會覺得四號有點可疑 好了, 過 怎樣說呢 我跟全場的玩家 你們說真的 我是全場唯一女母 最後一個神 你們真的要相信我 你們不能不相信我 因為二五我沒有讀造型 二五肯定是狼鏈 因為我有讀 二五是狼鏈 然後你說狼坑只有六號 沒有了 八九我都相信了 狼坑 即是玩家認為那些是狼的玩家 因為最可疑是你這麼一個人 一號金水 全部都是美女 那是狼鏈 肯定 如果六號打完她 她也不死 今晚我開育了 開育就再想 你們女生不是這麼可信的 雖然都是美女 肯定六號你會推的 沒有其他人推的了 五號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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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銀水即是說 女巫救了那個人 就叫做銀水了 六號玩家發現 四號 你最後才補銀水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說漏了 上一局 你已經很快踩了七六九 但你兩回合都好像錯過了一號 你剛才說剩下我 但剛才一號 好像不是在你的視野範圍裡 你為何錯過了她 這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但是 你上一局說順三 跟著金鋪三又踩你 我覺得金鋪應該出四 看看後面還有沒有女巫跳 沒有女巫跳就不用出來 如果有女巫再跳 我覺得兩個女巫選擇就是選擇你 不是不是 我先是張女王牌 我先是張女王牌 張四號牌是張穿三的牌 張六號牌就應該是張狼牌 因為她打張四號牌 沒有討論那張一號牌 但當全場只有五號這一張 預言加的時候 五號發了金數給一號 一號就要是張好人牌 所以就沒有再談論一號的價值 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出對了 七號是張狼牌 因為她走的時候都沒有交身份 而她的配置應該可以再幫我們 盤多一點狼坑的位置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剩下一隻狼 應該就像是張六號牌 頭很大埋 為何這麼難玩 這個遊戲 我覺得八號是好人 我相信她是女巫 我覺得四號和六號 這兩個人都很詭畢 四號又殺氣這麼重 經常要殺人 一六號又這麼緊張 手都鎮起來 究竟是因為冷還是緊張心虛 我都是四和六選一個 我不知道 我也覺得場上應該剩下一隻狼 我這些新手換架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還是聽一下金水那些龜票 又給你壓力了 好 過 一號換家發言 我覺得這個遊戲 不知道是不是特意做我 因為我發覺在兩集以來 我都不斷是一個龜票位 這樣 因為其實我才是一張女巫 我就不知道四百兩張牌 是想做些什麼 是擋刀 還是真的有一張是狼牌 另外一張就是擋刀 不過不要緊 先不判這裏 先出了一張六 一張六就一定要是狼牌 一張四跳了一張女巫出來的時候 一張六硬打一張四 一張四大概要是一張穿衣服的好運牌 一張八是不是穿衣服 還是一張狼牌再判 一張六還可以打到一入狼坑 那就優秀了 因為一張五是預言格 你忘記了 我們今次出一張六 一張三大概要補 因為我們第一輪投票裏面 將三投票是投到一張六 如果你要開最後一籠的話 我覺得大概會是 一張九號或者一張八號 一張四就像一張擋刀牌 那我們今次出六 之後投票了 三二一 六號玩家出局 好啦 我就是那隻狼 他會帶四號 哎呀 啊 狼玩家帶走四號玩家 狼隊獲勝 啊 誰是狼啊 八號 搞錯了 搞錯啊 玩狼槍射中女巫有什麼感覺 爽了 因為最後那一刻 我看到慕容的女巫 那個樣子實在太女巫了 然後豬仔那個扮女巫 幫女巫擋刀的樣子 實在是太擋刀了 所以最後帶走了慕容 這個求生意志很強的女巫 爽了 其實他不可以跳預言家 因為他跳得預言家 一定會被人到的 所以雷神我就一定求5號 為什麼呢 他是一張預言家 他不可能起跳的 這個位置 他25年住了 那他就帶了一張隊友走 對不對 我想說 剛才說 6號、8號 不停寫字應該是好人 6號、8號 我真是老人 我真的不懂得玩這個遊戲 一刀 好,來到最緊張的時間 就是選MVP和雷神的時間 我們根據慣例 都是選擇雷神 大家覺得 誰是最雷的那位呢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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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換牌 好,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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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神 這集的MVP 大家覺得是哪位呢 我投這個 8號 兩隻狼 其中一個 8號 雖然你投我狼 我覺得你是人 8號 4票 8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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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是 十字名歸 謝謝 我叫你做 我這麼快 這個人 鬼一灣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要不要玩過 因為 因為 我們 我們呢 現場討論的氣氛 非常之熱烈 不過下集 還有三位新人 將會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一起來玩過 5號次羅 記得留意下個禮拜的 8號 狼人,我們一起來 準備3、2、1 所以記得留意下個禮拜的 狼人開電視 我們繼續討論就可以了 好 你讀了一年後後來 所以我應該… 狼人士這個遊戲 很多時候在狼入夜的時候 會商量策略 如果做了這個手勢 即是代表 指著你這個人呢 你要扮喻賢家 去到誤導好人的意思 請 馬一輪 … 登上 …